现在的连位全靠媒体电视里面在拖 假如媒体把电视关的和星期六一样的 过年的话您觉得应该要放烟花炮煮吗 这个要谈到人多了 以前的四方鞭炮有一种气氛 小孩也有一种气氛能吊得起来 现在一下子进了 为什么进了这个鞭炮太厉害了 就好像部队里面就伊拉卡打仗一样的 这个东西是什么小的 还有攀比在攀比 谁放的烟花大 哎呀放的大 人一多这个攀比起来就是 这个砝码一层一层加上去了 就讨厌了就是要进了你知道吧 那不进不行啊 什么时候不进 还是盛其自然 我想政府各方面肯定以后 他也会看这种气候的 人少了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还是根据我上次说的这个裤子一样的 衣服一样的 到时候又拿出来穿了对不对 到时候又有可能放开了 又放开了 很有可能的 进可能要进的 现在人太多不进不行的 您是应该经历过那个放很多烟花的那个上海 上海我经过就是炸普洞那个时候 哎呀你早上出去就像北方下的雪一样的 哎呦哎呦哎呦那个景象我夸张的人说就是要穿靴子的 烟油 嗯 鞭炮壳 这个搬出去的两个人抬出去的这个那个鞭炮那个时候 对太下的就是就是他们这些人引起了攀比 这个饭店我比你大开了放了比你多 对 第二天早上他他要要虚张生死我我放了多少钱 昨天晚上对就是这样攀比的 是的您说这个好像就是原来那个繁华的作者也说过 他说当时黄河路两个饭店比啊 有一个人抬了那个像床一样大的那个烟花出来放 嗯就是因为比的原因小孩子嘛还是比较喜欢放烟花的那肯定嘛小孩子小孩子就是自然的呀 他从小就是 工资里就有这种这种热热热的打鼓啊北方们打鼓啊高桥啊 嗯南方们放鞭炮啊这是从小不要浇的呀这种东西啊对现在 没办法呀所以他在有些地方比如说偏浇的一些地方也是设置了一些放烟花的地方 这个东西就像抽烟的一样的呀比方说音乐大厅里面还是给你造个歇烟室的呀 是对农村可以放农村可以放那现在很多人说年味越来越淡您觉得放烟花跟这个年味变淡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 现在的年味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年味全靠媒体电视里面在拖假如媒体把电视关了和星期六一样的 有没有关系的 有没有关系的 你知道和双星期六一样的这个媒体啪红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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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炮声音多有的就靠这个东西啊 现在老百姓们饭局也多了这个应该这样说平时饭局也多了不像以前过年就有的吃了现在平时都有的吃 所以说呢现在过年是没有了再说呢大的场面没有东西衬托 所谓衬托就是放便炮啊你们不衬托嘛靠个人再热闹也热闹不起来的 对就以前就过年的时候可能大家图一个好吃的 好吃的现在也做不出来没有这个料就好像现在修这种这种保护建筑一样的就外摊这种房子外摊这种房子我称为它是红墨红墨家居啊 这种房子现在造不出来的人太珍贵了太珍贵了你说吧对这个吃的东西也是这个样子现在不可能有的 对您说的两点特别好一个是吃的这种喜乐感已经分散了二一个就是这种烘托氛围的一个仪式感没有了 仪式感没有主要靠这个仪式感你比方说小年夜就听到啪啪啪啪人心的声音了这个小朋友就蠢蠢欲动了 对 对 张嘧 さん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